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曾经有一座占地19公顷的监狱 就坐落在中正纪念堂的东南角 这座监狱经历了台湾被殖民统治 战争 威权时代 以及被都市更新裁切后的深刻痕迹 当时台北城 人口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大概都沿河 就是从芒嘎到一直到大道城 从台北城以东出去 大概基本上有一些小的聚落 但是那个聚落大概都不太成型 或者是它是一个散村的聚落 那大部分都是农地 1900年底 一座占地五万七千坪的监狱动工兴建 在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 拆除了很多台北府的这个城墙的城墙石 来营造这个基地上面所有的设施 用安山岩石英沙岩所建造的台北城墙 从原本防御的功能 转变成为监狱的高墙 1904年 一座仿兵州市放射格局的监狱落成 周边设施也陆续展开建造 这座监狱在1924年正式命名为台北行务所 监狱的大门正门走出来 就在我后面这个爱国东路 旁边这栋建筑就是里面的宿舍 那当初盖监狱的一个原则就是 监狱的旁边都是跟监狱里面管理的官员有关 我们所在这一栋 是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副典与长的位置 算是高等官 像是刘存唯一的一栋 典型的一种独栋式的高等官设 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 有许多人为了平等和自由而反抗 抗日烈士罗福星 新文化运动的蒋味水 和许多著名的台湾精英 都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 甚至牺牲性命 我祖父就是在台北监狱被绞刑而死 后来台北监狱拆了 只剩下一块墙 现在看到历史很多是文字记载 如果有个实体东西的话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故事当然要结合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所在 所以如果这个老房子再利用来说故事 应该好地来说这个地方的故事 最重要是让人家了解说 自由不是没有奋斗你就可以得到的 随着社会发展 台北监狱迁离了人口渐渐密集的市区 1990年代之后 都市更新将昔日监狱口的社区 划进开发范围 土地上的房屋都将要被拆除 属于这里的重要历史记忆即将被抹去 当时候宿舍还在 或者他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 他们多少少都形成这个区域 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候的生活面貌 我觉得那个是60年代到1980年代 很重要的一个空间的记忆 因为一堆卖很好吃的水饺 面食 对不对 馒头啊 那个小龙汤包啊 等等的这些 他们形成某一种居住的形态 跟形成某一种社区的关系 我们重新在整理面对的时候 很难把这些事情留下来 那就会很多小时候看到的都不见了 时间一直在推演 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 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变成是有意义的 或是能够你看到这个建筑物 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 这座修复完成的台北行务所关设 将再度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河流中 在这个台北行务所过去所关押的犯人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的犯人 其实他是政治犯 而这些政治犯呢 其实早期能够成为政治犯 就是台湾的精英 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的职 就是他们的文学造语都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里是成为一个 叫自由的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去布置这个空间 一般的商业运营当然是希望客人来得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 能够很深入了解这个老房子的历史 所以我们一个餐期只接待14位客人 我们思考的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这个老房子 做一个合理的运用 永续性是我们最重视的 所以我们其实经营这些老房子 我们是比较用守护这批老房子的心态在面对 在我们修古迹的目的 是要发掘里面有珍贵的原貌 珍贵的构造 比如说屋架 原来的屋架还存不存在 比如说原来的墙壁 用那个竹子边的墙壁还在不在 然后它的工法是不是很细致 那么建筑师是配角 我们是要有创意 但这个创意的用意是很细致的 要凸显它原来文化资产的特色价值在哪里 台北监狱已经全部拆掉了 那么如果把官色好好的审修起来 让大家都知道我在的台北曾经发现过什么历史 那我们才能认同台北 这块土地默默承载着时间长河所留下的故事和记忆 这些生活的痕迹 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和脚下 我们透过认识行务所 台北监狱 那段灰暗痛苦的过去 迎接下一个曙光的来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